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create一个file 可以write一个file 写进去或者read 或者叫reposition file本身有个point 可以把point移来去 你要读什么地方写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可以类似动态调整的意思 你也可以delete一个file 你也可以tuncate一个file 一个file后面切掉 等于说把后面不要的东西直接切掉 那当然你要open一个file open一个file 就代表说你现在要使用某一个档案 而我们平常档案是存在硬碟里面 所以当你open一个file的时候 这个OSPC把这个档案 从硬碟把它搬到记忆体里面来 因为你open 代表你要用这个档案的意思 所以你会open 这个file file name 那我们如果close 把一个档案关掉 关闭一个档案就代表说 你不再使用这个档案了 那这个档案呢 现在应该是存在记忆体里面 那你close的时候呢 就要从记忆体 再把它搬回到 disk里面去的意思 open的时候呢 要从disk搬到memory 那你close的时候呢 我们从memory把它搬回到disk去 这是最基本的 所谓的operation 好 那针对这个open file 就是已经打开的档案 已经开启的档案呢 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要去维护 针对已经开启的档案呢 我们有什么资讯 必须能够记录下来 首先第一个是file的point 刚提到 就是说上次读写的位置 要把它记下来 这个叫point 像是一个所谓的file point 这是刚提到的 已经开启的档案 一定有一个point指着它 说上一次读写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继续要读 或继续要写的话 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是最简单的point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叫做file open count file open coun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file 到底被open了几次 那一个file 不就是open一次吗 怎么一个file 可以open好几次呢 那是因为我们file 可以share 我们答案是可以分享 所以不同的process 可以去open同一个file 有时候那个file本身 在看file的特性 比如说这个file本身 如果大家open 都是为了读 这可以嘛 可以同时读嘛 可以同时读一个file 因为我没有 没有我们介绍 那个叫什么 critical searching的问题 如果有人在写 两个要写就不行了 不能同时写 可是我可以同时读嘛 也是有这样的特性 好 那 我就要知道说 那这个file 到底现在被几个process呢 开过了 叫做openfile count 我们要记录每一个file 到底有哪些process 或者哪几个process 来open这个file 这个叫做所谓的openfile count 好 那第三个叫做disk location of the file 这个file放在印碟里面的 什么位置 我们要去抓的时候 要能够抓到这个质量 能够load的下来嘛 所以disk locationof the file 这是OS要记录的 OS要记录说 这个档案在印碟的什么位置 那第四个呢 我们讲的是assess right 就是这个档案本身 到底哪些人可以来读 哪些可以来写 哪些可以来执行 所以一般已经开启的档案呢 这个OS 要记这四个东西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openfile的locking 就是说那已经开启的档案呢 怎么做locking呢 locking是为了保护啦 就不能两个人同时 至少不能两个人同时写嘛 两个人同时写 根据我们以前碰到的问题 所以已经开启的档案 我们说要做这个锁的这个动作 那大部分的OS呢 还有这个档案的系统呢 会提供这种功能 叫fire locking 就open fire locking 好 那有两个locking 一个叫做share lock 这个lock本身是share的 可以共享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好几个process呢 可以同时呢 去要求这个lock 所以叫做share lock 这个lock是share 但这个锁是分享的意思 就是好几个process呢 可以同时呢 去要求这个lock 像当于我们以前介绍的 叫做read lock reader 就是说一个reader 要去读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做一个lock reader要去读 为什么要做lock呢 那是因为它要保护什么 它要保护 不要write进来的意思 但是它不是去排斥reader reader不排斥reader reader要排斥的是write 因为reader在reader的时候 write不能写啊 那写它就可能读错了嘛 我们那个有clical session的问题 所以这种share lock 就是说这个lock是很多part 它都可以用的 它们用的目的呢 相当于要去做reader 所以是读不互斥 但是读写是要互斥 另外一种lock呢 叫做exclusive lock 这种lock就是有排斥性 排他性 也就是说通常就相当于 一个writeer的lock 就一个writer 要去做一个写的动作之前 他就只能要exclusive 只能唯一的意思 就是只有一个 当一个writer呢 用exclusivelock之后呢 其他的writer不能碰 其他的reader也不能碰 因为它是有一个独占性 所以叫exclusive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process呢 它取得了exclusivelock呢 其他process不能去碰它了 不管是reader writer不可以碰 这是writer的特性 好那在提供这个 所谓的firelocking的方法的时候呢 有两种的做法 一般我们叫做meditary跟advisory 有两种做法的意思吧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什么叫做meditary meditary呢 就是说一旦一个process呢 它要求一个所谓的exclusivelock 这样 这个是一个exclusivelock 一旦一个process呢 它要求exclusivelock之后呢 这个OS呢 就不会让其他的process 来assist这个fire 一个process去assist 就是它真的是exclusive manitory 就是说 像windows就是这样做 一旦有一个程式呢 一个process呢 它要求的这个所谓exclusivelock 针对某一个档案 那所有的其他process呢 就不能assist这个档案 这一般叫做mandatory 那第二种做法 所谓的advisory是 比较有弹性 就是说 这个OS呢 它并不会避免 一个process去assist 一个已经被lock的档案 就是OS本身并不禁止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assist呢 它不禁止 所以它把这个权力 我们说 让这个process本身 一定要自己小心处理 就是说 OS不排斥 不禁止 你去assist一个已经lock的fire 但是呢 你写成字 自己一定要去注意到说 你去assist这个fire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取得lock的意思 比如说那个lock的那个控制权 把它交给程式自己来做 所以程式本身要很小心 所以这个叫advisory 一般advisory 比较没有强制性 一般mentary 是比较有强迫性的 所以一个是比较 算是强迫性 由OS来主导 advisory就是说 把这种 算是控制权 交给程式的设计者 但是这个程式就很小心 免得出错 就是说你免得说 比如说你lock一个档案 结果你离开的时候 没有把它unlock 你没有把lock release 那其他人就进不来了 因为被你lock住了 别人就进不来了 比如说他把那个lock 给这个程式更多的弹性 这是unix的做法 所以unix跟windows的做法不太相同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java的程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说 那到底file怎么做locking 就是我们怎么把file 把它lock起来 当我们要读 我们要写的时候 好这个例子是用java 来写的一个程式 那java有一些API java有一些API 让我们呼叫 就可以来锁档案的意思 那你要锁档案 要锁什么档案呢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我要exclusivelock 就是我锁档案的时候呢 我锁住所有都不能碰 因为我要做write 你要写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要做读 所以他用读的时候用sharelock 就是我把它lock住呢 可是这是share 就是说别人不能来写 可是如果别人来读是可以的 读可以同时读嘛 那同时读就是所谓sharelock 那如果要写的话呢 它一定不能同时 所以用exclusive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 最上面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说 有一个叫sharelock 有一个叫exclusivelock 这两个lock现在都是new 我这是初值的设定 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产生一个file 我们叫所谓的一个randomassus file 我们产生一个randomassus file 叫做file.txt 里面可以做write 好然后我们再来get的这个file的channel 因为我们用java来写嘛 你得到这个file的channel 像到它的id 好首先我们要做一个lock 这个叫exclusivelock 而且这个lock就是说 好这个档案呢 好我想lock的前面一半 这个java的API这个功能很强 就是说你要exclusivelock的时候 你可以讲说那你要lock哪些部分 这个档案 你要lock哪一部分 它是可以指定哪一区块 要做exclusivelock 也就只有这个区块 是被锁住的 其他其他不能碰 好那我们这个地方 假设呢 是lock呢 这个档案的前半段 所以我们一个参数从0 到这个RAF RA就刚刚产生的档案 RandomSpy 它的length 长度除以2就是一半 从0到一半的位置 那后面有一个叫exclusive 这个地方 这前半段 是用exclusivelock 好那你如果这个呼叫成功 这是API 然后你呼叫这个java的API 你就把这个档案的前半段 做覆次的锁定了 好锁定之后呢 你就可以modify这个data 就是write的意思 这个时候别人 不可以去碰这个前半段 因为被你exclusivelock了 好那你处理完 写完之后呢 好你就把这个lock release 掉 好就是说你要去前半段 做写的动作 就先把它用exclusivelock起来 那做完之后把它release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下半 我们处理下半段 那下半段你要去做这个lock 我们假设是做sharelock 是share的 就是这个时候 档案的后半段呢 我们也是把它lock起来 可是这个lock是share的 share代表是说 你是lock的没有错 但是其他的process呢 如果只是要读 还是可以来使用 还可以来同时读的意思 好那我们lock呢 后半段 你可以上面看到 我们从那个lens 除以2加1 到后面的整个长度 好 那你用这个sharelocklock 做之后呢 你就可以read 那read完一样 把它release lock read 再把它释放开来 就这样子来使用 所以这个例子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用java的api的话 各位写java的程式呢 要去做一个file locking 就用刚刚这两个 sharelock 或excuselock 都有这个API 可以呼叫 好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file本身有不同的type 所以通常会有你的file name 你的file的extension 我们可以看这个表 这个表里面 有告诉我们说 你有exe档 不一讲 各位参考这个表就可以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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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